畫面中春夏秋冬式花卉的燒畫磚 是已故顏文博大師的遺作 揮毫瀟灑 栩栩如生 顏大師在生前將作品送給惡王社區 社區特別將這一批從未發表過的作品 在光明市來展出 讓更多人認識這位無形文化資產 傳統藝術類的保存者 最要他身體不好的是 所有的磁磚彩繪就是這四百塊 要不要發表 現在因為社區既然在整理東西 這個理念是說要把原文博 原大師這麼珍貴的東西 擺作給大家看 一同民間做鄉土教材 遊客不可以知道我們宜蘭 有出這些老人 市長江聰淵表示 圓文博是台灣騷畫磚 以及彩繪的傑出大師 騷畫題材豐富多元 而且也精於傳統廟宇的門神 閉毒等彩繪工藝 惡王社區 特別在光明市 展出他生前 最後一批的騷畫磚 讓更多民眾 和遊客能夠欣賞 大師珍貴彩繪的作品 有可以在盤點他這個珠珊燈頭 把他的作品提供 來讓我們光明市 來做一個頂點的電腦 所以這裡是很好的一個基點 不管是杜蘭的解說 或是說鄉親有時候 你看到以前的烈宿電腦 這都是很有意義 尤其他可以在生前 把我們這麼好的作品 好好保存下來 包括可以讓人來回國以外 這啊 農家用到這個珍珠 是不會受到風吹日拍的影響 去破壞他的財質 你說其他也有一些 我們的工匠師 所提供的 這麼大支的貴樓 或是說 很多好的作品 所以啊 這個宗教 我們的廟宏 可以結合社區 結合我們的傳統文化 來做最好的一個 這種 讓我們最發揮 歷史 恢復的這個企業 這真有意思 原文國大師彩繪 公兵師看得到 讚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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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